不结彩色 只结外套 这是在美国发生的奇葩的事 大家好 现在开始咱们今天的每日一聊 聊聊这边的奇温异事 加拿大goose这个羽绒服是非常有名的 也就是大鹅 在美国发生这么两起 专门抢羽绒服的事 别的都不要 你把衣服给我脱下来 完事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古务校区校园附近 一对来自纽约的夫妇朱利安和希拉 他们俩带着孩子在杜邦大街上游玩的 结果突然出现一个歹徒 拿了枪威胁的让他把衣服给脱了 别的都不要 这俩人的外衣都给脱了 这俩人也都一人穿着一个大鹅 因为大家知道大鹅上边有一个标 咱就跟咱们小时候带大队长 小队长 我记得小时候的那个标 非常明显 在加拿大也很多很多人都穿着那个 不管是什么服色的人都有 亚洲人偏多 尤其咱们华人 大人小孩都穿着这个大鹅 你像咱们这儿的留学生特别多 所以这个呢 就是现在这些歹徒 变成这个了 这个确实是啊 这一个这一件衣服 在这都上千加币 有的都好多好几千加币 另一起呢 也是是一名学生 被这个三名歹徒围着 就生给扒下来的这衣服 从这学生的身上 当然最后人 学生反抗了 最后人 警察还来了快 把这歹徒都给抓住了 最后这个衣服没被抢走 事后的警方说呢 保命优先 外套不值得你赔上性命 为什么警方这么说呢 加拿大也好 美国也好 都是生命优先 从小学上受的教育也是 不要因为你的财物 把你的生命搭进去 这个呢 有点跟咱们的受的教育啊 是相反的 像我小时候的受的教育 那得跟歹徒做斗 跟得跟得斗争 这边呢 不是 他要节悟 你就给他要钱 你就给他 生命比这些重要 那些都是身外物 你可以再挣 但是你没有生命 你就全没了 所以这边呢 他这个讲法呢 跟咱们那边是不一样的 这两起这个结案呢 都是这个就结外衣 别的都不要 就是这个大俄这事啊 不光是抢游客的 在这个2016年以来呢 一直被这些 美国这些小偷们青睐 你看在芝加哥 就曾经发生过这么一起 专门抢这个大俄的门市的 这么一个案子 这歹徒呢 把商店洗劫一空 芝加哥呢 是在美国 是枪击案 犯罪案 抢杂案 是明列前茅的城市 它不是属一 也得属二或者属三 是前几位的城市 芝加哥 所以呢 这个加拿大这个大俄 这个店呢 也是多次被抢 加拿大的羽绒服啊 在世界上确实是有名 它这个尤其像这个 它预寒能力啊 确实特强 最高等级的这个羽绒服啊 它能抗寒到零下 五六十度以下的这个温度 那确实是非常保暖了 所以不管是体育明星啊 影星啊 现在普通的咱们这个老百姓 大家都愿意买 这个确实是 因为它价格确实是不便宜 一般的老百姓 一般的人说是在买 但是他买便宜一点的 像有这个几百加币 一千加币的这个 有的老百姓也能买 但是你别买那几千上万加币的那个 但是呢 确实它是保暖性能要好 被这些人盯上啊 确实也有它的原因的 你想想 这一件衣服 好几千加币 好几千美金 弄一件衣服 这一倒卖也是个钱 另外呢 这个标啊 太明显了 就搁在胳膊上 走到哪儿 大家先看着这个标 就知道是这个大额了 所以这个呢 确实他自个儿就给做广告了 你像别的呢 还不太明显 加拿大的荣服的保暖啊 确实是好 我买了一件那个 确实是暖和 前几年有一次零下三十度 温莎呀 那次又风又大 我穿的那出去 真的是一点都不冷 确实是暖和 因为他这个加拿大 他靠北边嘛 他整个的温度要偏对偏低一点 所以呢 你做出这东西来 他保温性呢 确实是好 好 那咱们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帮我点赞 订阅 评论 转发 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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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